因為夏天到了 那大家也都想要穿的比較少一點點 然後把美麗的曲線露出來 所以我今天也經過老公的同意 然後也就是以身試法穿得很清涼 來跟大家見面 比基尼曲線其實它有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胸口胸線 再來一個是你的馬甲線 就是我們的腰腹的地方 然後是臀 然後再來是大腿 那用慢快慢的方式 因為很多女生她可能在瘦身的時候 可能都會覺得說 好像是不是用做這個動作 我就可以瘦那個地方 做這個動作瘦這個地方 可是其實我覺得瘦身的概念是這樣子 就是你必須還是要有染指的概念在裡面 那你必須要有快 然後再變慢 因為在我們身體在快的時候 其實它沒有辦法達到代謝很快的 迅速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因為這是人體的一個自然的保護模式 所以當我們快了之後 然後再慢 然後我們的身體的代謝就會不斷的提升 彎曲然後手往上面伸 然後吸氣的時候把你的臀部往內伸 然後這個動作是延展你的腰 然後擴展你的胸 然後吐氣的時候把你的臀部往內收 然後這個時候它會用到你的臀大肌的力量 還有腹部的力量 然後還有背部的力氣 所以是吸 然後跟吐 然後吸 吐 吸 然後吐 吸 然後吐 吸 然後吐 然後慢慢的吸氣起來 然後吐氣放鬆 那一套動作是非常適合 例如說你想要很快速的找回你的曲線的時候 建議你真的是可以每天做 因為有延展然後又有染指的功能 女生不要怕說好像做了這套女神操 怕說是不是會練出那個金剛的身體 其實不用害怕 對 不用 不會練出 男生會練出鋼鐵人 女生的話呢 其實還是會練出真的很漂亮的比基尼曲線 但是這套女神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